大家好,又是TWYS TV的玩具堂 今晚在美班地鐵之前可以拍到這一集 希望可以成功,但不能回答也不要緊 和大家繼續說的是Kobe Kobe主力的產品,我認為是一些異戰產品 而異戰產品,德軍更加重要 所以這次應該是由大家想見到的 嘩,樣子都看不到 就是這一架,這架251的HALF TRACK裝甲車 屬異戰的朋友都知道,這架HALF TRACK有很多款式 我沒有記錯,由251跟SLASH之後 開到三十幾都還有,好像四十都有 不過詳情就不太記得了 沒有記錯,34、35都有 其實每一個型號,小型號 其實都是分析在不同的用途上 而這一款,很明顯是一個運兵車的形式 因為前面有一個很輕微的 幾個小翼的步兵炮 最簡單的是,就是兩枝MG 這枝MG 其實在德軍的戰術史裡面 其實是一個挺有用的 一枝MG 你見到很多二戰的電影 電視劇 其實都不少 絕對未見過這枝MG 因為其實在當時的裝甲 德國的裝甲武兵師裡面 是一個不容能夠 缺少的 運載工具或武器 也是他戰術上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就是將軍人快速地找到前線戰場 幫忙作戰 當然他們有些在栽培的時候 有些是栽培了一些重型的反彈炮 但是那個用途都是輔助性質 而最主要的性質,以我所知 都是找兵 所以這個呢,我們去看產品 不講太多歷史了 好,講到產品了 這個是這架2519 德軍以前時代的運兵車 當然已經配合了一個步兵炮 所以其實都有少少攻擊力 以及更方便他們可以越過很多障礙 或者做一些很即時的戰鬥 你看到很多兵仔 有些人仔不包 有包兩個,稍後跟大家分享 先講講盒子 剛才忘記了說盒子 這架比較近鏡 當然不浪費 但是呢 這一架呢 就是這架 2519 對啦 STUMMO 好 那 看回這裏 460塊 精膜 有兩個人仔 2472A 那這架A應該是再次發售的 或者可能轉了一些東西 好了,下巴看完了 先看完後面一點點 那 要靚仔相 通常講了功能 這些都要大家可以注意到 再講一次 這個是波蘭製品 不是一般的 來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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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的 產品來的 那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武器技術 還有呢 膠料 啤工的質量 你發覺很大的分野 你玩過就知道了 好 說回正題 說明書 好齊整的 有歐洲標準 安全的 你說適合幾多歲的小朋友 就說 7歲或以上 好了 那 說明書裏面 一如既往 都是這些 抽類給大家揭開就算了 好 去到背面 介紹一些新的東西 好像是Long Tom 這支Long Tom 其實二戰朋友很喜歡 這支跑 但是呢 也有 香港的朋友似乎不太喜歡 好 看看這架 這次呢 還有 啊 抱歉 這張卡 先說回產品 這次是大家 玩開 二戰得運職目的朋友 一個 一個 一個理念 就是那種灰色 對 最近呢 終於遇到高手朋友 跟我講解過 原來為什麼是灰色呢 下次再跟大家說 這次就不影響我節目 那就說回產品了 看到了 好不可以來轉一下呢 好了 車子呢 就是這樣的 對啦 跟大家提提 在車裡面呢 我們差不多裝了 是有 額外裝了8個 人仔 其實基本上 一架正式的 二五一半 都是加入這個人數的 沒有記錯 廢話 不說太多 我們專門 配了一些 M.O.C 人仔 認識的就認識的 M.O.C 我都是最近學識的 幾年多了 好了 那我看看車子 最近有師兄跟我說 我 Coby人仔 初頭不是這樣的 好 此以後 有機會跟大家說說 Coby的歷史 希望能說到 等師兄回應一下 又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人仔 和平常見到的 職門人仔 主流不同 表情比較多 而且 留意一下 他有雕刻 人頭 是有鼻 下巴 嘴型 其實眼睛也是有 有凹 不過他會有不同的耳印 所以 其實做到不同的表情 第一 模式來計 我認為 用ABS做的積木模式 這個形態是做得不錯的 比我們更漂亮 可以買到一些大牌子的那種形態 當然他們有原因 不是這樣做的 那麼 這些軍官的 基本裝備 這些套裝備 也有做到 不過是沒有細節位 他們做得比較簡單 就是近玩具 流派 或者是近人仔的做法 後面也是沒有細節的 不過這個軍官的衣服 後面也是沒有細節的 隱藥 看到他有很多 有一次SS 再看看 隱藥 因為就不像國防軍 那 國防軍的標誌性 是沒有了 好 看看他的迷彩 這個迷彩 看看是否接受 配置是沒有的 這就是搞笑的地方 有趣的是 K98 K98 跟外面MOC的槍 接近那種大小 我們平時在街上買到的 MOC 或者在外國訂到的 MOC 那種K98 大小接近的 形態接近的 我覺得這個 形態的槍 比較難一點 就是有一點Q版 其實比例 一定是出了 比例 但是 一直以來 大家都是玩一些 叫做 大了比例的槍 槍系位 武器 就是這樣 不小心 先拍了一隻MOC 好 看回這個 好 先脫掉 好 先脫掉 這個是製造了頭盔帶 表情不錯 好了 講到這裏 人仔 有五顆星 我已經有五顆星 因為是市面上有 有的牌子 或者產品 那 那 這條尼帶真的很棒 嘩 一起動 它的軸是連著的 因為車軸是連著的 所以要一起動 坦克車 坦克車 好像不是 所以特別就是這裏 坦克車 就好像不是 如果坦克車 連著就轉不到彎 這裏 就很特別 剛剛才發現 這裏 是組織的 很帥 很喜歡 車身有斜度 看到斜度 不是橫的 這裏 冰炮就不多說了 OK 那 有些多裝備件 有時候我自己強硬加上 這個好像我自己強硬加上 其實本身是多了 多了 每次每一盒都有幾件 五至十件件 是多了 通常是小小的 那 看看大家操練有沒有用 好了 剛才的鏡頭裏 有部份的時間 我就 那支機槍 即是連元裝這支 MG 連著的人仔 拿走了 其實這個是連元裝的 除了有兩個軍官人仔 和一個 好像疑似SS的人仔 還有這支MG 這支MG 比我們坊間買到的MG 又比較 這支 又大一點 大一點 不要緊 其實我發現 玩這個系列的朋友仔 大家都 在比例方面 某種協調 我都不會說 這支我再多了 更加 原本你見過的圖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這支是沒有什麼重要的 其實你可以再加一些 自己的玩法 再加一些 玩法 其實除了你 安裝 好了 說一下車的外觀 就說了差不多 這些十字輝 全部是 這些全部是 PATPINTING 即是耳印 不會掉的 也不需要你煩 車牌也是 不用捏的 因為 真的玩得多 那些貼紙真的會掉 我覺得耳印是很重要的 這支成為了賣店 也是看到廠商的誠意 因為它做了二印其實不是很難的 但是那批件 你便要用了 那種的 即是不能用就看到 這裡 首次看到兩個二印 陷入一個DECO 這裡是兩塊來的 好了 那車身內籠 它說到兵 這支炮是可以動的 左右可以動的 這些組織 你看到車頭 這個勾勾都是我自己的 好了 看看活動的東西 這支炮 這支MG 還可以動的 很棒的 還有子彈鏈的 其實 向上向下也可以 對的 提防空襲主要是這個用途 左右 這邊有支支援的 這支支架 就更加 射的 寬度更加大 好 看看可以動的東西 這裡的機艙門可以動的 車艙門 這樣才好 人們衝下來 好棒 這裡好像對著拖車的物體 膠也是做拖車的 當然要有東西拖 有活動性質 那邊腳踏也可以 變拖車也可以 變拖車也可以 那裡面的車的內容 其實就不完全是對情平衡 有些可以側向一邊 你看到是傾向右邊 所以左邊有加了一個箱 這樣 那麼最喜歡這道門 就是有那些 原生裝俠的車輪的斜道 在這裡 山內有完美的 有些裝俠的 沒有走雞 這些是容易脫掉的 但都說過 Kobe那些真的不容易脫掉 其實跟LEGO的堅硬程度 即是組裝上去之後 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就不會那麼容易脫掉 就不像其他牌子 那些 那些牌子 就容易脫掉 不會散修修的 但這個就是一個 尤其是大力挽回錯 其實我發現都很好玩 遲打仗 好 那這些 這些車面都做了 那我看市面上 這個是比較好 因為Kobe的分別 你覺得是更像實物 就是那些型 因為它做很多特別件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比較喜歡 沒有什麼隱藏車蓋 這個就 那當然 其實這個車 其實可以 這裡不拆了 其實是可以有些位置移出來 它是勾住 其實這樣勾住 所以可以做到一些斜度 其實你蓋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那整個車就維持正常 不鬆的 前面輪子 這個輪子就是PVC輪子 好像用來玩車仔的輪子 做足了些紋 這顆特紋 鋁帶 可以動 最重要的是 貼多一塊就好了 它通常給你四塊 就是每邊兩顆是非的 這樣 貼多兩顆 其實會鬆到 會脫掉 我建議跟著說明書 這些才好 所以說明書是有用的 多餘那些就放在車身 今天這個 講到差不多了 其實這個也是必買的 事實上我看到這個也是買得不錯的 不論是COBE的層次看 或者是我們自己 恩代理公司的那個 其實層次都是買得不錯的 希望繼續修改這款 好 多謝各位收看 今天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產品 這個真的 我覺得 又是喜歡配人仔 這個真的走不走 因為這個人仔站在這裡 放不到陣勢 有車有人 好像我們組模型那樣 就完美了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次介紹這個 COBE的2519的 Stummo的裝甲車 產品編號是2474A 468 兩個人仔 這個就是完整的產品 的 組合 那 記住喜歡的 就麻煩大家去 訂閱我這個 ToysTV的頻道 Facebook 有ToysTV的Facebook 亦都有我自己個人的 Briano的Facebook 你們的支持 每個Like都很重要 記得Like我們 多謝 拜拜